谈称最强效阿片类物质 甚至可以让吸食者失去理智 形同僵尸的毒品分泰尼 最近有流入我国的迹象 但在执法单位的拦截下 及时化解社会恐慌危机 根据通报 关税局9号在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行下 成功倒破了超过807公斤 市值达到4400万令吉的分泰尼 如果计算是一个很强烈的 一种大的强烈的强烈 它100次比较强烈的 毛病 然后20-40次比较强烈的 有在哪里的强烈 那里有个人在令人 被人变成了 因为大人的强烈 大人的强烈 关税局副总监拿督沙扎里 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 这批从印度梦买入境的毒品 分别装在72个铝瓶内 贩毒集团原本打算以香料化合物 企图鱼木混珠再转运到迪拜 随着关税局倒破了这起贩毒案 警方将援引1952年危险药物法令 第39-1-A条文调查案件和涉案者 此外截至今年11月 关税局一共倒破了398起毒品案 涉及金额高达2亿9437万令吉